空拍观察山壁崩塌的情况 原本预计一天的时间抢通 但是情况太严重得延期了 两台怪兽同时开挖 开上了堆积的土石上头 要把崩落的土石清除 从高处看对照广大的崩塌山壁 大型怪兽也有如小玩具 知识苗栗126县道 明德水库环湖道路 也是头粪跟师潭之间主要往来道路 28号上午8点多 26公里处发生崩塌道路中断 双向都有管制警告 原本预计29号抢通 但是雨还在下 抢通工作受阻 而且崩塌面积扩大 预计要三到四天的时间 连日下雨山区土石松软 如发现边坡有小落石 极有可能为大落石的前兆 行经危险路段 因特别加强观察道路状况 台中离山地区三条连外道路 28号也都陆续发生落石 一度中断也都陆续抢通 离山福寿山武林 都是赏花度假胜地 交通状况没问题 不过山区随时有落石发生 上山还得多注意交通安全 TVS新闻谢股金无数评 台中苗栗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